新北市長 郝友宜親自前往飯店視察 每個部分都要看個仔細 是否符合防疫規定 因為這裡被針用作為集中檢疫中心 主要收治輕症患者 二十一號啟用 可以提供一百八十三間房間 舒緩醫療壓力 派助醫療團隊進駐 我們明天準備好 後天就可以收治 讓重症者留在醫療體系裡面 輕症的無症狀確診者 就到我們的集中檢疫醫療團隊來照顧 郑友旅館則希望輕症 甚至是無症狀的確診者 能夠獲得醫療照顧 降低在家風險 另外天天爆量的確診數 光是新北就累積了四百六十五例 後一加碼宣布新增三個篩檢症 分別是永和更新醫院 部立的樂生療養院 還有土城醫院 除了我們十七家責任醫院 有篩檢站 希望在這些區塊有高風險的 這個萬法活動使得 以及身體自我監測 認為有一些餘慮的 都可以到這三個篩檢站 來做篩檢 後裔強調 新北每天篩檢量四千劑 加設三個篩檢症 提高篩檢量能 要揪出潛在的無症狀患者 透過針用防疫旅館 進駐醫療人員照顧 要讓無症狀或是新症患者 得到妥適照顧 降低社區和同住者的感染風險 三十八九目 會換七百十報道